提形1介紹是怎麼畫出來的長條圖 提形2是要畫出來折線圖 我們跟這條題怎麼做 第一個他說請你根據這個表格裡面 把這個長條圖畫出來 我們看一下走路的270 汽車接動的90 機車接動的135 腳踏車的180 其他的45 對不對 我們看怎麼畫 這其實沒有很難 來吧 我們看一下 不好意思 請問你 走路有幾個人 走路 左路不是270嗎 對不對 所以走路怎麼辦 在這邊 270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汽車接動的是90個人 這邊 90個人 OK 那請問你 機車接動的是135 好 這是135 騎腳踏車的幾個人 騎腳踏車的人 幾個 180 所以這裡就180在這邊 然後其他的呢 45 所以45大概在這邊 好 這是答案 這個應該不難吧 但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來看這邊 我要講的重點是 你看這邊 這個表格裡面啊 其實有個地方很重要 就是 你的人數選擇的那個範圍 如果是寫了10 20 30 40 50 我跟你講你會花一個酷出 又止不夠 聽懂嗎 我的意思說這個區間裡面啊 要怎麼取 你要自己去決定 那怎麼決定呢 你要看那個人數 去做個判斷 比方向這邊有沒有 什麼270啊 180有沒有 你就大概知道說 可能人數中 你可能至少50個人 50個人為一組 或是45個人 45個人為一組 那以正解講的話 因為這題目題對你很好啊 因為 45 180 135 90 2007都是那個45的倍數 所以原理上 我就以45為一個標準 這樣子 聽懂了 OK 好這是第一題 好你看一下 好那第二題的話呢 要你畫什麼東西 要你畫的是這個 好你把它畫一下 他要你畫什麼東西 他要你畫這個 次數分配折現圖 注意喔 來這前面四個四八圈起來 都有次數分配 我跟你講喔 有一個題目很賊 他不是寫次數分配 他寫的是 累積次數分配折現圖 那個很難 等一下我跟你解釋 為什麼很難 而且不是難喔 是他有陷阱和賊 好那我們現在先看這個地方 次數分配的地方 好 人數次數分配有 0是15 30 25 20 15 5對不對 好吧 把它標上去吧 累積次數 來第一個請問你 30到35幾個人 0個人對不對 所以現在 30到35幾個人 0個人 點一下點中間喔 好然後再來 35到40呢 15個人對不對 15是15個人 35到40 15個人點這邊 點中間這邊 點中間這邊 回答喔 然後再來 40到45的人 30個人 40到45 30個人 點這裡 也是點中間 然後45到50的呢 25 25的話點這裡 再來 50到55的呢 20 點這裡 再來 55到60的 10個人 點這裡 最後一個 60到65的呢 5個人 點這裡 OK 好 點完之後呢 你把這一線怎樣 這一點怎樣 這一點把它 用尺把它連起來 好 對不起 有點醜 好 這樣畫起來 就是你的答案 這要怎麼就叫做 折線圖 這個應該不難吧 就點中間就可以了 會啦 OK 好 這個你畫一下 好